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家店是开在长沙的中山路 当时的商业氛围并不像现在这么好 但是我们凭着我们从台湾以及说国外带过来的经验 我们勇于尝试及创新 所以在长沙取得了好成绩 湖南人喜欢长室 敢于长鲜 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比较高 这也是长沙成为网红城市的一个关键 现在罗沙蛋糕已经从湖南总向全国 拥有300多家门店以及2000多个员工 30年来罗沙从一个食品行业 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公司 在大陆发展这些年经历过坎坷 但感觉到整个营商环境 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最几年的政策上利好越来越多 我们适逢其会非常幸运 特别是像我们公司在租州一个中央工厂 我们从拿地到半阵只花了一周时间 然后我们公司在半年内 我们就把中央工厂盖好了 作为最早一批来湖南发展的台商之一 我们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就感 和家庭的幸福感 未来我们会定期从台湾邀请知名烘焙老师来乡 用自己的方式促进两岸交流 也希望通过我们在大陆的稳健发展 吸引更多台资企业到大陆投资 促进更多台湾民众来大陆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是郑阳我在湖南蛮好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